哈囉大家好我是蓋蓋蓋 今天呢蓋蓋要為各位廣大的傳說對決玩家觀眾們 來解答一個 很少很少人知道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看那些SS場的高端高手們他們的戰機 經常都是看到雙排三排甚至是五排來去打排位 為什麼他們都不選擇單排來去打排位 難道是因為他們的實力 不夠嗎 他們才選擇來去打多排 難道是這樣子嗎 首先蓋蓋先來為各位解答一下SS排位是什麼 SS排位呢就是在傳說對決這款遊戲裡面 這個伺服器的前50名 他就是SS的排位喔 如果各位你們可以看到有些玩家他們是S排 但是他們的右上角 有一個名次 然後是一個紅色的點點 那個就是代表說他是SS的玩家喔 那傳說對決的SS 其實就是跟這個英雄聯盟的菁英 意思是其實就是一樣的 英雄聯盟他是前200名才是菁英嘛 那傳說對決呢就是遊戲裡面前50名 你就是SS的玩家 所以呢代表說什麼 SS的玩家 只有50名 50名那非常非常的少 那既然知道SS排位是什麼之後呢 蓋蓋來為各位來解答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那些SS排位的高手們 都會選擇多排而不選擇單排來去打排位 各位接下來 你們一定要看完整部片子 你們才會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喔 好的那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帳號呢 是我的本尊 左邊那個大頭貼呢 就是我沒有錯 那我們就來立刻 直行 SS排的單排排位 來看看到底 SS單排到底要等多久呢 那匹配排隊的時間呢 蓋蓋會加快這個 6000倍 沒有錯就是加快那麼多 因為各位不想等那麼久嘛 那我們就馬上 繼續 看一下去 那蓋蓋這場排位呢 是測試在這個 晚上巔峰時期 就是很多玩家出現的時候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要排多久 差不多排到囉 已經排了 我們看一下時間 23分鐘 一場單排排位SS排 你要等23分鐘 那這個呢就是真的很多SS排自己的行程 所以各位你們終於了解說 為什麼他們要選擇多排 因為其實真的 你多排的那個排隊的時間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比單排還要快很多 真的是快很多 差不多縮減了一半的時間 你單排至少要等 20分鐘差不多 然後你多排的話 差不多 等個10分鐘左右 你就會排到一場排位戰了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巔峰時期 你一個SS級玩家 你單排就要等20幾分鐘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如果是在 很少很少 SS級玩家出現的時候 就是不是巔峰時期 我們來測試一下 如果這時候我們單排 到底要等多久呢 那測試的時間呢 我記得這場好像是 晚上11點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單排來測試 那各位 Garry保證這個數字 你絕對沒有看過 絕對沒有看過 那其實呢 Garry自己 很常在FB 就是發一些說 我自己單排 然後 排了差不多 一個多小時 就是 一個多小時都沒有人 那各位 Garry自己保證 這個數字 Garry 從來沒有在FB發過 保證扯爆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的各位 你們可以看到呢 這是我的帳號 我的本尊 然後左邊那個大頭貼 就是我 沒有錯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排位賽 直接繼續來去單排 那這場的時間呢 就是半夜 我記得11點多的時候 來去打的 來去實驗的 那這次呢 匹配的時間 Garry 加快了 1萬倍 沒有錯 就是1萬倍 真的是超級快 因為我真的也不想看 各位 看我等那麼久 各位你們可以看到呢 後面寫什麼 預計配對時間 003秒 30秒 30秒 最好 是 不可能 很小 30秒絕對排不到的 那各位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數字 跳得非常非常快 因為Garry 加快了 這個1萬倍 超級快的 那這時候 歡迎各位 老定九拉卡 阿公九八 隨便你要揪誰 青菜的力 你們一起按一下暫停 然後來猜測一下 來賭 這盤到底要 等多久才排得到 你們可以 跟同學 要一起來賭 這場 該會到底要排多久 OK 一起來猜 一起來猜 排隊要等很久 這件事情 差不多 你在進入到 百大排行榜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你一個人單排 你真的要等 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你就想想一個畫面 100個人裡面 你要挑出10個人 剛好同時上線 然後進行對打 那個機率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低 那話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 已經等了兩個多小時了 我記得我這時候 我還去洗澡 等超久的 就懶著等了 懶著看了 然後 我就去洗澡 那其實呢 我每次等排位 單排等排位的時候 我都是 先就是 放著 手機就放著 然後就上網 看東西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那個手機 一響 一震動 就立刻 按下 匹對 馬上按下配對 就趕快進入遊戲 所以呢 我最近已經很少 很少會打本尊了 那除非呢 就是今天可能我的 有雙排的隊友他有上線 然後我們再一起做雙排 雖然我幾乎就是現在都在打小號 我那個激情蓋瑞與海牛 那個是我的小號 目前呢 是在這個A排 哇 真的是排得超級超級快的 A排真的是 差不多一分鐘就有 就排位三可以打了 那這時候呢 各位看一下那個 配對時間 我們已經排了180分鐘 沒有錯 就是 三個小時 單排要排三個小時 然後還 配不到人 所以呢最後我就是 直接按下了 就是取消 我已經不想要再排了 因為我知道 啊 洗洗碎了 沒人要打 就是今天已經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了 你知道嗎 除非呢你這時候去 打這個雙排 還有機會會遇到人 那該月這次呢 等了三個小時 各位 你們 最長 最久 等排位 等一次 是等多久 就是你最長最長的記錄 最久最久的記錄 是多久呢 歡迎在我的YT下方 留言告訴我 那最後呢 Garry想要為各位 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呢 很多人會留言 就說 多排就是比較好打 對沒有錯 多排你們的連動性 你跟隊友的連動性 確實會 比你自己單排的時候 連動性好很多 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自己的隊友 都認識啊 然後 你們可以用語音 那些來溝通 對不對 就是 會連動的比較好 譬如說中服也連動 之類的 那 各位 你們要想一個問題喔 今天你多排的時候 對面撞到的 幾乎都是多排 比如說你今天雙排 那幾乎對面也是會撞到雙排的 因為他會優先匹配給你 但 如果 你今天是在SS排 你想一下喔 SS排然後你多排的時候 那對面幾乎都是誰 沒有錯 幾乎都是 職業戰隊 因為SS排 很多人都是職業戰隊 職業戰隊呢 他們幾乎都是來做多排 因為他們也不想等那麼久 所以你幾乎就是會常常撞到 職業戰隊的人 你多排就是會幾乎撞到職業戰隊的人 雖然匹配比較快喔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這場 我匹配到了誰 我今天呢 是跟我的P2 以及P5來做三排 然後 看一下 對面是 SNG 沒有錯 SNG三排 你確定 各位你們真的確定 有如那些人說的 多排就是比較好打 你確定真的是這樣嗎 連動性你們確實會比較好 但是對面的連動性也是強到誇張 所以呢 各位你們可以看一下排行榜上的那些人 很少很少人會那種 星星直接突飛猛精 一天直接賺個10顆左右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雖然大家都是多排 但是你幾乎 我跟各位說一句實話好了 你再SS排 你今天一顆 進步一顆就好了 你一天能夠 進步一顆 拍拍手 我真的給你拍拍手 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難 因為排位就是 這麼這麼難的東西 SS級排位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好拿 並不是說你今天 多排就會上去 並不是這樣子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其實就是為了要幫這些 我覺得那些高手他們就是 默默 他們就是不會發言 然後他們就是 一直被批評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可憐 真的 就是一直被說什麼 你就是靠多排上去的 你直接戰隊如果你沒有多排 你也打不了什麼什麼之類的 真的 我當時看到那些留言的時候 我都覺得 真的好 好慘喔 那我們為什麼 我們要那麼努力的 來去打排位呢 好像一切就是 被人家說的 很簡單一樣 但是 我們自己卻打得 非常非常的 辛苦 好啦 以上影片呢 各位看完 記得幫我按讚 也別忘了 分享給你的朋友 知道喔 明天呢 明天呢 就是Garrett的這個 惡聖 然後要就是 上台發表 哇 緊張 要死我了 然後我又是那個 公關族的接待員 好煩啊 我超級不想當那種接待員的 因為你其實事前要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我還要 我還要先去當接待員 然後接待那些評審 喔喔喔喔喔 超級麻煩的 而且 上台超緊張的 希望各位 如果你是 那個 準備要專題的 各位朋友們 一起加油吧 哇 我趕緊張耶 好那以上廢話呢 就到此為止了 各位記得要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打開旁邊的訂閱 旁邊那個小鈴鐺 然後 你就會接收到我的 影片最新通知喔 也別忘了追蹤 我跟 KOLA的這個 IG 我差點說 我跟蓋瑞瓦咧 那我是誰 我跟KOLA的IG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阿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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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聖剑